从没想过银子会得肿瘤 当听到医生说出肿瘤这两个字 犹如晴天霹雳 上周我发现银子腿上肿了一个大包 我其实没太担心 感觉像是虫子咬的 因为它的状态没有一点异常 不过想着保险起见 还是去了医院 医生却说建议做个穿刺检查 说可能不是皮肤病这么简单 结果出来后 我整个人都懵了 医生说建议手术切除 化验是良性还是恶性 我们赶紧约了最近日期的手术 我不想在他面前哭 不想让他因为生病而害怕 所以我在他面前 永远都是笑着的快乐的 但当他睡着后 王子也注意到了银子腿上的肿瘤 在那之后 他一改一往的淘气活泼 总是静静地守在银子身边关心他 小狗狗不会说话 但他们什么都懂 绝对嘛 啊